昨天有些地方政府就是說 相關的疫苗 什麼 剩下非常的多 那當然有到有一個 我們的使用的期限 那也快到了 所以我們有一些相關因應的作為 跟大家做報告 我們請 由於Modella他平常是儲存在-20度C 所以如果解凍之後 那就剩下28天 那在在上一輪的就是有關這個大規模的 這個接種Modella疫苗的時候 那我們目前有3個P號 就是即將在 8月6號之前介紹 那這個問題我們在7月19號之前就已經注意到 這個問題 那也跟這個問音局這邊發公文提醒 所以當時有18萬劑 那經過一個禮拜的努力 那目前就剩下約7萬劑 那當時在7月9號到8月2號這一批要介紹的 那時候有25000劑 那目前就說 由於各衛生局這邊的一個努力 目前只剩下3416劑 那8月2號介紹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 這一個禮拜前有6萬劑 那目前打到剩下是16000劑 還有到8月6號介紹的 本來有9萬5000劑 目前是剩下50414劑 所以有關這個部分 我們要希望能夠再加強 針對這個避免 避免這個有介紹的 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督促這個 衛生局這邊 針對這些即將介紹的疫苗 必須要做到 如果在醫院 必須要去做這個 預約的規劃 或是有要施打的用途 都必須先做好規劃 那所以我目前已經 會跟地方衛生局這邊會做成一個決定 就是說 希望他們在28號之前 針對在各醫院 散佈在各醫院跟衛生所 就是說有關7月31號以後 還沒有規劃 沒有預約的 這些疫苗的量 那就會由中央這邊來收回 我們會規劃 打到其他的一個用途 那我們也會在28號到29號之間 會把新的 就是我們收回多少 我們會配新的 效期的疫苗到各地方溫局 那來提供 就是有關 比如說第二劑的一個疫苗的使用 或是一到三 就是一到三類家孕婦的 這些第二劑的疫苗使用 還有一些公費的對象 剛剛說那個莫德納將介紹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 就是7月36號規劃的疫苗量是包含 我們所說 那3批都快介紹了 都會回收 然後再換是同樣的 量回去嗎 還是說只有針對最前面快要到期的 那一批 那另外是想請教 就是剛剛有問到說 那我們回來的話 使用到底是使用在哪裡 昨天莊鳳 有說到是使用在第7類的對象 我們現在是怎麼規劃的 謝謝 對 就是當然就是原來的 在那邊我們就怕 他能夠 會過期 那所以會針對已經 有列冊 已經要打的 在那邊等的 我們就把它收回來 趕快有效率的去把這邊的 施打掉 那至於地方原來需要的 我們一樣 用一樣的量再配回去給他 不過這個效期就會 比較長 那地方在運用的時候 就比較有餘裕 最後掃聲一點都可以~! Unidos退失、1、沙桜燼氣、1、1、2、5、2、1、3連 挺大的雲太、四、15、2、3、4、2、2、3、6、9、4、3、4、4、4、5、7、2、6、3、3、5、3、7、6、324、6、3、4、7、4、3、4、7、1、0 kaikki個機 啤、4、1、5、4、2、5、